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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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Ho 二科专科医生 其实这个长度健康呢 其实都很多东西讲了 讲了很多了 还有什么我们遏漏了呢 讲一讲已经不对路了 有一样很重要的长度健康遏漏了 就是属于他的范畴了 疑科专科医生 那当然是小朋友 小朋友呢 其实那个长度 刚刚在那儿 由小时候认证的时候 大家其实很多问题会发生 很多 那好了 所以很多时候呢 父母啊 爷爷妈妈公公婆婆婆啊 带着孙子带着孙子来 都是很紧张 他讲是不是会的 也会的 是啊 就是我经常都说嘛 我经常的听老人家的说 子女呢 是要拿来骂的 孙子孙女都要出来 conson nécess 所以今天呢 我就想 我们集中下 给一些公公公婆婆母親子 和一些搓手的父母 由Dr. Ho講一下 就是小朋友的長度 不如我們什麼都不要講 你說一下小朋友的長度 是不是很fragile 如果是一出生的時候 我們要喝奶而已 然後就是喝奶 其實沒有什麼 長度為什麼會這麼緊張呢 可以說一下重要性嗎 因為其實我們小朋友 剛出生的時候 他們的長度發育 其實還未完全成熟 要慢慢慢慢才能達到 大人的消化能力 或者成熟程度 所以最初都是吃奶 一些流質 容易吸收的營養為主 然後他們的長度予動 各方面都沒有我們大人做得那麼好 那麼成熟 所以又會衍生很多問題 初生嬰兒最常見 可能是肚風 或者腸膠痛 這些通常可能 大概一個月左右的嬰兒就會出現 也有很多新手爸媽 可能一個月來做檢查 或者打針的時候 就會問嬰兒吃奶有些問題 嘔吐奶 經常都肚痛、哭 或者變變 有時又不太規律 這些問題都是很常見的 這些 就是作為新手父母 其實都一定會踢腳 因為嬰兒又不懂得告訴你 究竟要哭什麼 於是你又永遠自然治愈 對著她 就是 是不是辣了尿 是不是肚痛 越說越害怕 是不是 哎呀有沒有發燒 越說越害怕 就是這一種緊張 你是不是經常 我們見到Dr. Ho 是很淡定 很多笑容 做醫科醫生 是不是一定要 就是 起碼我帶著個嬰兒來 這個Dr.真的笑入滿面 充滿信心 可以醫好我嬰兒的 就是 你有什麼意見提供給新手父母 就是你剛才說肚風 其實她都不知道是什麼 你可以告訴她們 聽什麼 你怎麼安慰她們 其實我們都是要做了 就是問了一個詳細的病歷 還有做了一個詳細檢查 才可以排除了一些嚴重的原因 才可以說她是真的肚風 或者是腸膠痛那些 是的 我們都要想一些比較嚴重的疾病 就是要排除了身體上結構的問題 但是如果說腸膠痛那些 很多時候小朋友大概一個月左右 然後每晚都會到差不多那個時辰 可能晚上或凌晨那些時間 就會無緣無故又不是肚餓 又不是瘋了BOOBOO 又不是扭眼睡 無緣無故在這裡哭哭哭哭 哭幾個小時 是的 很多時候都是定時定後的 每個星期都起碼最少三天的 然後維持了三個星期左右 這些就很多時候都是這個 嬰兒腸膠痛那些問題 嗯 好了 那有些就可能很鎮定 兩三個星期 小朋友都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 有些就 他都還沒開始哭 他心呼吸一旦 但你也都在這裡 醫生 你給我看看他 就是有很多很緊張 那他們的症狀就是哭 因為他們不會說 那未見你之前他怎樣去分 就是說三個星期是一個很漫長的時間 是的 是的 是 我怕不是很多父母 他夠膽等三個星期 都等不到那麼久 是的 等不到 其實還有些什麼症狀 症狀 那位新手父母 你這些症狀 你就要託風來的 我們通常都會問一下他 寶寶吃奶的情況是怎樣 就是有沒有吃少了 吃得不好 經常吐 那些 變變的情況有沒有什麼改變 那如果他吃奶變變 這些都是規律的 變變的形態又是正常 那些他又沒有發燒 沒有說肚臟那些症狀 那應該都可以 還有我們會做檢查 就是摸一下肚子 做一下其他檢查 那就可以排除一些嚴重的病 就是其他的疾病 是的 其實我想問肚風 這個詞 那個 他是 肚痛就是肚痛 是不是 就是肚痛 食製就是食製 換完 其實肚風 就是小朋友又不可以告訴他 他的感受是其他什麼 其實肚風我們估計 就是因為小朋友 有他經常哭 吸潤 或者他吃奶的時候 在奶瓶裡吸了很多空氣 在肚臟裡 而他的腸部 又沒有我們大人動得那麼好 因為他們腸部的神經發展 可能不太成熟 所以排不走那些氣 很多氣都在肚臟裡 有時候會影響他吃奶 吃得不太好 他可能會吐出來 或者你摸一下他的肚子 可能覺得很困難 還有有點脹 然後他 因為肚子很困難 可能小朋友就覺得不舒服 覺得痛 然後他就會扭計 就會哭得很淒涼 掌握手 握拳頭 掌握腳 那些 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例如大人的目測就是食製 當然是否吃了 你給他什麼吃 食製 很容易搞亂 混淆了 食製 肚痛 他肚痛 你看他的肚子 都脹了 當然是痛 忽略了正確的心臟 會不會 有時候 我想也會 不過現在很多家長 或者照顧者 他們都很聰明 他們都會有些很詳細的紀錄 記起寶寶 多少時間吃了奶 吃了多少 幾點有大便小便 那些 如果有這些紀錄 其實就會好些 清楚些 我們看到圖案有沒有改變 寶寶究竟是不是有些 突然之間出現的症狀 那些 是的 我講的說話 很多年前 還沒有智能手機拍下任何東西之前 我認識了一對新手父母 有一天告訴我 寶寶不舒服 我不知道是不是肚子 我現在要帶他去看醫生 然後他們拿了一個 我問你拿著那個寶寶做什麼 一打開 全部是屎片 是昨晚開始的所有屎片的證據 我要給醫生看 就是看他到底那些屎影的狀態是怎樣 最好給他看 有沒有這樣的事 有時候他們變變有不正常 他都會留一兩條片給我看的 是的 就是你求診那些家長 是的 有時候都會的 現在就多數都會拍照 為何我問這個問題 不好意思 因為那天 都很多 立即是很多 觀眾很多長度的問題 很多長度的問題 小朋友的長度問題 阿Ling 我先回答阿Ling 阿多特好 很多家長以為 孩子每天排便便沒有便秘問題 事實上 就好像硬便 大便或者有血 或者大便有困難 都可以被歸類為便秘 請問醫生 鞋子和便秘會否影響生育發展 是 小小孩子都不應便秘 多我多 是嗎 是 最常就是可能 開始吃固體 即是六個月之後 因為他多吃固體 又可能喝水又不太夠 或者他長大了 那些小朋友 當他生活上有些改變的時候 即剛開始上學 或者剛開始學習去坐派對談判 小麻童 對 去學習排便的時候 都容易會有便秘的情況 阿Ling都說得很對 其實不只是看次數 即使他每天都有便便 但他每次都很辛苦 你看到他摸在嘴面 要很用力 或者他摸出來的便便 就像俗稱羊背 羊背屎 很小顆 硬滑滑 或者有些血在上面 其實都是便秘的症狀 便秘其實都有機會 即如果太長時間 或者比較嚴重的一些案例 其實都有機會影響他們生長發育 因為他長期有些縮便在肚子裡 可能會有肚痛 或者腸胃又遇動得不太好 吃東西都消化得不好 吃得不太多 都會影響他吸收 之前也有台灣做過一個研究 就是有些便秘的小朋友 有一半是給了治療 有一半是沒有治療 給了治療的那些 他們的生長真的比沒有給治療的那些 所以其實這件事 對他們的發育和生長也有些影響 好 今天謝謝Dr.Ho 謝謝Willie 我覺得小朋友 其實我們都有很多要留意 他們的長度 今天很多謝Dr.Ho 跟我們講了很多 拜拜